相互陪伴,共同阵仗 大家好,我是顾忌哥 曾几何时,台北的天空不再天天天蓝 更上一层楼,满层尽是雾里看花 纵持想要望眼欲穿,结果全是云雾缭绕 香火鼎盛的庙宇内,我们再也分不清是烟还是雾 无论台北还是您身处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雾霾、沙蝉暴、PM2.5等悬浮为例以及过敏源 口罩挡不住,肉眼看不见 伴随呼吸进入呼吸道,引发咳嗽、过敏 只有我们的肺可以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难道我们要用家人的健康来过滤家中的空气吗? 如果您在家中的空气品质始终有先进的科技来守护您呢? 只要每天台币五毛钱,就可以拥有无忧无虑的居家环境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台德国老牌子的空气清净机 简单粗暴,我们马上开始 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订阅分享,加点小铃铛哦 你的鼓励,我的动力 根据调查统计,台湾地区的空气污染 百分之三十六是境外移入 百分之二十七是工厂废弃 百分之二十五来自交通污染 百分之十二是自然产生的 而PM2.5尤其是空气污染中杀手般的一级致癌物 它不只危害身体健康,对皮肤的伤害尤其更是直接 它可以轻而易举的渗透皮肤 我们身上的每个毛细孔可以挤净约40颗PM2.5 因而造成肌肤发炎等症状 进而破坏人体健康的第一层屏障 外在的大环境我们无法控制 但在家中,我们启荣这些污染源 在室内自意地摧毁全家人的健康 尤其是家中有长辈、小孩以及孕妇 更是不可以掉以轻心 毕竟一天24小时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待在室内的 因此,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款空气清净机 它就是由百年历史的德国品牌 德力丰根在2021年最新款的空气清净机 型号LTAP2026 德国人的做事态度是事所周知的细心严谨 产品耐用不花巧 哪怕是操作说明手册 已经将操作方式设计的这么简单的空气清净机 德力丰根依然制作了一本百年以来 企业识别颜色的操作手册 手册内更是以图文的方式来介绍使用方式以及保养方式 作为一个企业细节决定成败 难怪德力丰根可以百年以来屹立不摇 果然名不虚传 空气清净机最重要的不外乎几点 第一 滤芯以及滤芯的空气过滤能力 第二 气流方向是否合乎流体力学 第三 安静无噪音 第四 造型典雅 第五 轻巧不占空间 第六 多功能 第七 耗电 第八 价格合宜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空气清净机的心脏滤芯 德力丰根采用了HEPA HEPA等级的滤芯 五层的滤网可以有效的过滤空气中99.9%的空污以及过敏源 PM2.5的意思是一种直径只有2.5微米的悬浮微粒 大小相当于我们毛发直径的二十八分之一 它可以轻易的穿透皮肤 更可以快速的侵入呼吸道 造成呼吸不顺 咳嗽等症状 严重的时候 更可能导致肺部以及心脏的病变 所以是空气污染源中对人体健康危害最严重的悬浮为例 它也已被国际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 德力丰根不只可以阻挡PM2.5的入侵 更可以有效的过滤PM1.0 也就是直径一维米的悬浮为例 因此无论200维米的塵满 还是20维米的花粉 等等常见的过敏源 统统无所遁形 而市面上很多的空气清净机 凭借品牌的知名度 以及造型设计的优势 就以动辄上万元新台币的价格在市场销售 但最重要的滤芯 却只是普通的活性碳滤网 或顶多是与德力丰根同等级的滤网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不可不慎 千万不要花了大钱又得不到满意的效果 那就得不偿失了 要提醒您的是 第一次使用LTAP2026之前 一定要打开底座的空气滤清器 将过滤网的外包装带取出哦 否则只有风扇的效果而已 至于过滤的能力在科学数据上 是以CADR来表示 英文字面的意思是洁净空气输出比率 所以数值越大代表每小时 可以过滤的空气能力越强 但这个数据并不是越高越好哦 因为数值越高相对也带来越大的噪音 以及越大的机器体积 所以如何拿捏就要看厂商的设计功力了 LTAP2026的CADR值是85立方公尺每小时 以5平也就是大约16.5平方公尺的室内空间来说 得力风根让室内空气大约20分钟就循环一次 这样兼顾了过滤能力 更免去了脑人的噪音 再来其实很重要的是空气静静机 空气的in and out 也就是进跟出的方向是否合理 这个就比如汽车跟飞机的进气口 一定要在前方 排气孔在后方 类似的意思 悬浮微粒虽然细微 但重量跟空气比起来仍然较重 所以会在空气中漂浮后 慢慢的飘落到地面 因此要有效的过滤室内空气 一定要在最接近地面的高度进气 然后由机体上方排出捷径的空气 百年企业的得力风根 当然深知空气动力学的奥秘 所以LTAP2026 就是以飞机引擎的流体力学原理 设计出来最有效率的过滤方式 下广而上载 下方360度进气 空气经过滤芯过滤后 藉由上方渐渐缩小的出风口 使得风速自然的加快 简直就像树立起来的飞机引擎 把航空的设计概念 融入了家庭生活中 再加上上方无扇叶双向出风口的设计 更是画龙点睛之作 除了大大的增加了安全性之外 还让纯净的空气更全面的 瞬间布满了整个室内空间 而坊间有些空气清净机 进气口设计在上方 那就等同拿了一个渔网 静静的等待捞取慢慢飘落的PM2.5 哪种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相信聪明的您一听就知道了 第三个重点是噪音 我们比较一下我家中日本原装进口的除湿机 它也号称有空气过滤的效果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同样的环境下它的噪音表现 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非常非常注重睡眠 若是晚上就寝时夜深人静 就一台机器在耳边发出这样的声音时 我可能会张大了眼睛 瞪着天花板 想象着无数的羊枝跳过 一直跳到天亮 我们不需要雷声大 效率低的空气清净机 而是要能静静的守护家庭健康的空气清净机 睡眠不好 免疫力就会降低 何来的健康 您说是吗 第四是造型设计 大家都知道 法国是流行时尚的设计重症 但很少人知道 工业设计的世界中心在德国 知名的IF设计奖项就是德国创立的 德国的汽车工艺更是无人能出其用 大家可以查询一下 很少有日系品牌获得IF设计大奖 那是因为IF不光注重外形的设计 还注重产品的效率 综合的评比才能获得评审的青睐 德力丰跟LT AP2026 无善业的设计 除了增加了安全性之外 还不卡灰尘 好清理 在造型设计上更是卯足了功夫 何以见得呢 一目了然的触控面板 轻触即可设定开关 风速 定时 夜灯 完全融为一体 利落的线条 仿佛一气呵成 进而造就了它前卫的造型 型号是LT AP2026 相信到了2026年 依然悉情 这样的设计 可以更有效的降低耗电 以及加大出风的风速 外形乍看之下 像极了Star Trek 星际大战中的尤达长老 仿佛未来科技 在家中 静静的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它还有2 4 8小时的定时断电功能 一天定时 自动过滤空气8小时 让外出工作 回到家的我们 直接可以享受 如同身在森林般 清新 纯净的空气 第五 是要轻巧 不占空间 目前我们居住的房间 都不太大 足够效能的前提下 一定要能维持轻巧的体积 否则感觉 家中又多了一件家具 就像一把椅子一样 总是占据了一个 诺大的空间 而得力丰根的LTAP2026 高度仅仅40.3公分 重量2.3公斤 相当于一台 笔记型电脑的重量 哪怕您外出旅游 住宿时 一样可以 好空气带着走 您怎么开心怎么来 第六 多功能 一机多用途 过滤空气时 再也不需要长辈们 戴着眼镜 低头查看 小小的显示屏幕上的数字 LTAP2026 简单粗暴地以光环颜色 显示目前室内的空气品质 红色代表不佳 黄色代表普通 蓝色则代表空气品质良好 这种以光环颜色变化方式 呈现空气品质的设计 再一次展现了 德国工艺的匠心独具 而这个光环灯还贴心的可以独立控制 当作夜灯使用 在夜晚 机器在运转时 可以关闭指示灯 以免影响您的睡眠 同样的 在没有使用空气过滤功能时 指示灯也可以独立开启 当作夜灯哦 另外 由于LTAP2026 采用了先进的双向出风设计 炎炎夏日将至 它还兼具小型风扇的功能 除了增加开冷气时的冷房效率外 若您想晾干衣物 也可以将衣物置于后方 静静的风干哦 第七 是耗电 德力风跟LTAP2026的 额定功率是35瓦 目前电力公司所说的一度电 是指1000瓦的功率 使用一小时 唯一单位 所以以目前台湾的一度电 是新台币2.1元来计算 每天使用LTAP2026的定时自动断电功能 一天8小时 每天的耗电相当于新台币0.58元 是的 您没有听错 它一天8小时 持续不中断的为家人的健康而工作 您只需要花一天5毛多的新台币 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最后 当然是价格了 我一向认为 效能 价格 与造型设计 兼具的产品 才是高CP值 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产品 目前德力风跟LTAP2026 官网定价5980元 优惠价4280元 其实已经很优惠了 但古奇哥粉丝 理所当然 与众不同 这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只要点击影片下方 说明栏内的连结 厂商特别提供古奇哥粉丝 可以直接以破坏市场的团购价 3680元购买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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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 说三遍 厂商额外提供三张新台币1000元的折价券 也就是说 价格5980元的德力风跟 LTAP2026空气清净机 若幸运中奖 您可以以低于5折的价格 新台币2680元就可以购得 只有三个名额 只要您点赞并留言告诉我 您最喜欢德力风跟空气清净机的哪一个特点 我将会在2021年4月4日星期天 刚好是台湾儿童节的晚上8点中抽出三位留言的幸运粉丝 赠送您1000元的抵用券 抽奖过程 我会公告在我的IG上 欢迎大家追踪我的IG iBro Goody哦 无论是3680元 还是2680元的价格 市场上同样过滤效能 造型又如此简洁利落的空气清净机 仅此一款 维护家人的健康 杜绝无处不在的过敏源 PM2.5 绝对刻不容缓 良心的建议 呼吸道的守护神 德律丰根 LTAP2026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还请订阅分享 加点小铃铛哦 你的鼓励 我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